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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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假設草物已經過世 無論是在收拾診所或是在家 我們首先會派同事先收了遺體 我們不會等人送過來 我們會立即去收了遺體 然後會看看需要不需要幫他清潔 如果需要的話就先做基本清潔 然後會立即幫他做冷藏 然後會約會主人上來看火化 但亦有些情況下 他是不想看火化的 我們會把整個火化的過程拍一段 BCD然後寄回給他 無論他是集體也好 獨立也好 他一不上來看都會有一隻碟 放在家裡 我們會把火化的過程拍攝 然後放下 入沙甲 大約 冷藏 團 根本 他支撥 天 肯大 油 抱歉 利麵 油 自動 這是 週末 熟成 其实他现在过了山登火法之前 他比较做很多东西 有些人会叫一些朋友 或者他甚至会用钱 请一些法师过来做法师 有些人可能不会做得这么大型的 但是他们自己都会拿一些经文 自己念 念完之后上香 之后他们才会去做火化 甚至乎有些就放在食物一起做 基本上现在很多了 有三个案例 都会有一个是六立火化的 另外这些就更加开心 我们中国的信仰就是 那些灵魂就是用来供奉草物的灵魂 他放这些就是因为他生前很喜欢吃的 他亦都觉得 其实也是一个主人的一个心意 就是告诉他我还很疼你 亦是一个挂念 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 让他觉得可以闻一下可以吃 当然其实吃不到的 还有就是说他很多一些 布或者公仔玩具那些 全部都是他生前玩的 他们有些就会烧掉他的 有些如果是供奉的话 就会放在灵魂那里陪着他 但是其实大部分 这里的灵魂有一半以上 他过了一年或者两年 或者三年 他们都会做上一场法师 我们公司也会搞大型的超导大会 帮助他做超导 其实到时这些 他可能自己会烧掉他 或者扔掉他 而骨灰 其实他们会去拿他的胶来 陈归陈 土归土 就是这样做 C 在这边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养了他这么久 我每天都会抱着他 他会和他睡觉 我坐在沙发看电视 他都会陪我们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 扔掉他垃圾站 就是对他好像 就是自己不忍心 就是不会 就是自己觉得 尽了自己的责任 让他好好地走 因为我不太敢给狗粮 那些零食 他们吃 很快就死了 狗粮都不要 反而他也不要注重我